大家还记得那个让王宝墙头上长草的前经纪人宋哲吗? 2017年9月26日,宋哲被警方依法逮捕。 2018年10月18日,宋哲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算算时间,宋哲现在已经出狱了。 近日,宋哲去理发店理发时被网友偶遇。 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黑眼圈严重,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却说,出狱后的宋哲一直联系圈里人,试图付出工作。 但有王宝墙的遭遇在前,哪个冤大头还敢用他? 看着宋哲现在一脸颓废的样子,很多人只想用两个字回复,呵该。 而今年因为八角龙中大火的王宝墙又频繁出现各媒体的头版画面中,难免就要被提及当年的前妻马戎, 而他现在的女友冯卿也是黑料不断,似乎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今年4月,冯卿冲上了热搜,原来他被要求强制执行188万,而且他有三家公司已经被吊销。 看到这样的信息,瞬间就觉得王宝墙的女友有点不简单,一直以为他是王宝墙背后的女人, 只是照顾王宝墙的家庭,没有想到他还有事业薪,背后还有这么多家公司。 冯卿有自己的公司,十之八九跟王宝墙脱离不了关系, 就算是明面上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私底下肯定借助了王宝墙的财力和人脉。 突然感觉一下子就说得通了,为什么冯卿长得这么好看,还是高学历,居然能够看上离婚的又长得不好看的王宝墙。 一直以来大众都怪王宝墙跟女友冯卿谈了这么长时间的恋爱,居然不把人家娶回家。 当王宝墙老母亲去世的时候,冯卿也出现在葬礼上,按理说这么亲近的关系应该给冯卿一个名分。 原来王宝墙肯定也是留着自己的小心眼的,不敢再次迈入婚姻的殿堂。 昨天,冯卿被强制执行,如果王宝墙结婚,肯定跟王宝墙脱离不了关系。 现在看一看,王宝墙做对了,有些是不应该过急,还需要再看一看,瞧一瞧。 毕竟王宝墙第一次跟马荣结婚,就被马荣上了一节大大的课,估计王宝墙再次结婚也不敢把自己挣的钱交给媳妇,更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给媳妇坦白。 有人调侃说王宝墙还是不长记性,好看的媳妇永远都掌控不了,没想到这次还是找了冯卿这么漂亮的女友。 甚至还有人调侃说冯卿就是第二个马荣,因为冯这个字拆开就是二马,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也有可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为此网友们也纷纷喊话王宝墙小心名字中代码的女人,不要忘了当年马荣是如何出轨她的经纪人颂哲,又如何将她的财产全部转移的。 为什么网友都害怕王宝墙再次被骗,而他为什么又会栽在女人手里? 1984年5月29日,河北省邢台是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生下了一个貌不惊人的男孩子,他就是后来的草根影帝王宝墙。 从小,王宝墙就被送去《少林寺》习武是受了电影《少林寺》的影响,同样,他想进入演艺圈也是受了《少林寺》的影响。 2004年,著名导演冯小刚要求拍贺岁电影《天下无贼》正愁傻跟一讲没有合适人缘选,突然就想到了盲警中的王宝墙。 一开始接到通知的王宝墙还不敢相信,因为冯小刚可是国内顶尖的大导演,何况他搭档的演员还是刘德华、刘若英这样的大明星,是为有几个年轻演员能有这样的机会。 要说盲警帮王宝墙打开了演艺圈的大门,那天下无贼则让他开始出现在大众面前。 他对傻根一角的诠释也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在电影播出很久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他叫王宝墙,都亲切地称呼他傻根,可见他的形象有多深入人心。 在电影拍摄期间,王宝墙因为自己朴实的性格和刘德华、刘若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两人在王宝墙自导自演的八角龙中也给了他莫大的帮助。 出演完《天下无贼》后,王宝墙的资源开始起飞,真正让他大火的,就是2006年拍摄的《士兵突击》。 这部军旅电视剧已经播出,迅速火遍各大卫视,王宝墙饰演的许三多一角迅速收获了大批关注。 2008年王宝墙更是凭借超高的人气登上了央视的春王舞台。 随后的王宝墙便一发不可收拾,《我的兄弟叫顺柳》,《人在囧图》,《太欧》,《树先生》等每一部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作品。 在积攒了多年演出经验后,王宝墙也没有跳出演而优则倒的规律。 2017年,王宝墙拍摄了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大闹天竹》,但是没有导演经验的王宝墙这次确栽了跟头,《大闹天竹》在豆瓣的评分一度调到3.8分,相较于王宝墙之前参演的作品来说,只能算是烂片无遗了。 王宝墙也凭借这部电影成功拿下了金扫帚一奖,此时的王宝墙的口碑跌入谷底。 好在王宝墙并未气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刻苦学习导演之时,终于在今年凭借自导自演的《八角龙》中一举将自己丢掉的口碑又捡了起来。 被背叛的感情,相较于事业上的成功,王宝墙的感情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2006年,北京电视台的一名实习记者采访了正在拍摄士兵突击的王宝墙,这名实习记者就是王宝墙后来的妻子,马荣。 当时的马荣年轻漂亮,更是被称为西北大学校花。 这次采访让王宝墙一下就迷上了这个青春靓丽的小记者。 此后他就开始追求马荣,没事就约他逛街,吃饭。 但是王宝墙在感情中还是一个新手,因此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将马荣追到手。 2011年,王宝墙主动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已经结婚,并且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而这个女主人,就是当时采访他的实习记者马荣。 这下网友们就不淡定了,因为两人看起来实在是不般配,纷纷猜测马荣就是为了钱财跟王宝墙在一起。 好在这次网友并没有说错,后来的马荣确实给了王宝墙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件事情让王宝墙知道了除了防火、防盗、防闺蜜外,还得小心自己的经纪人。 2018年8月16日,一向很少发微博的王宝墙,突然在深夜更新了自己的微博状态。 网友们打开一看,瞬间炸锅,原来他发布的竟然是一条离婚声明。 随着这条声明的发出,背后的引擎也被网友挖了出来。 原来马荣在婚姻期间,不但出轨了王宝墙的经纪人宋哲,甚至两人还偷偷转移了他的财产,顺便架空了他所创办的公司。 此时的王宝墙已经山穷水尽了,据说他起诉离婚的费用都是找好友陈思承借的。 但是王宝墙和网友对马荣的无耻明显没有清晰的认知。 这边王宝墙刚发布完离婚声明,马荣反手就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 2018年经过北京朝阳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儿子归男方抚养,女儿归女方抚养。 至于马荣提出的名誉侵权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没有达到目的马荣气急败坏,竟然举报了王宝墙持股的公司有账目问题。 但是经过调查,此事不但没有影响到王宝墙,反而将宋哲送进了监狱。 不甘心的马荣开始在网上爆料王宝墙的各种黑料,不过最后都没有得到证实。 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连累自己的名声臭到了极点。 在经历了前妻的背叛后,王宝墙明显对感情有了很深的戒备,直到他遇到了冯青。 这次王宝墙没有公开自己的恋情,而是选择低调对待。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次他带着儿子和冯青一起逛街,被等待多时的狗仔逮个正着。 结果网友又一次炸锅了,纷纷表示不看好这段感情,更有看热闹不闲事大的网友纷纷喊话王宝墙要远离名字中代码的女人。 王宝墙并没有回应网友的质疑,想来是要将低调进行到底,但是没有什么是神通广大的网友办不到的。 没过多久,冯青的背景就被网友扒了出来。 但是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王宝墙这次可能选对人了。 原来冯青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都是成功的商人,他自己也有几家公司经营,甚至还曾经出国留学,毕业于国际一流学府。 这样优秀的背景明显不是满柔能比的,就是因为自身的优秀条件,所以他和王宝墙在一起时就显得有点不登对,所以网友都对这段感情不怎么看好。 果然,没过多久就由网友开始爆料,除了刚开始提到的冯青被列入被执行人,执行金额高达188万,他名下的三家公司也先后被注销了,冯青父亲的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他的舅舅也因为欠债而被列为失信人员。 随着爆出的黑料越来越多,网友也纷纷猜测冯青接近王宝墙的真实目的也许没有那么简单。 除了经济问题,知情人还爆料冯青涉嫌学历造假,他所上的大学并不是什么国际一流大学,而是一所交钱就能上的野鸡大学。 更由网友爆料称冯青其实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并且自己还带着一个孩子生活。 随着越来越多的黑料,网友纷纷喊话王宝强要看金眼前人,不要再被表象蒙蔽了双眼。 但是王宝强似乎并没有接受网友的建议。 原来在两人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冯青一直是全心全意对他好,有一次王宝强生病去医院,并没有通知冯青,冯青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没办法的冯青急急忙忙跑到王宝强的工作室,但是也没有找打他,问了工作人员之后才知道他生病去了医院。 放心不下的冯青又急忙跑到医院,见了王宝强也没有埋怨他,只是默默地守在身边照顾。 在王宝强母亲去世时,冯青也是守在王宝强身边帮忙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心一意做王宝强背后的女人。 种种迹象表明,王宝强在马荣娜里没有得到的爱在冯青这里全部得到了,因此才会对网友的提醒选择沉默。 不过网上也有传言称他们两人其实已经分手了,只是没有向大众公开而已。 最近在著名影星真子丹的婚礼上,王宝强带着冯青一起盛装出席,那些说他们已经分手的谣言不攻自破。 如今的王宝强事业爱情双丰收,也许网友担心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有过失败婚姻的王宝强对待感情一定会十分谨慎,至于这次他是找到真爱,还是掉入深坑,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他能找到自己最好的归宿。